静随心转 头一个就是我们身体 再其次的我们居住的环境 居住的环境也随意心转 所以这个世界哪个地方好啊 可以居住啊 我走过很多国家地区 我在这地区里面选择居住的地方 我只选择两个条件 第一个 离婚率低的地方 第二个呢 青少年犯罪率低的地方 我只选择两个条件 就不错了 现在说没有离婚率找不到 全世界都找不到 只能说少一点 如果离婚率很高 青少年犯罪的很多 这个地方社会一定不安定 我不会选择这个地方去居住 现在世界很乱 灾难很多 大家都想哪个地方最安全 很简单 你只要留意 那个地方的居民啊 人心很好 那就很安全 如果那个居住的人 人心不善啊 那地方决定不安全 你能把握着这个原理啊 你就知道怎样啊 去疾避凶 这个一点都不迷信啊 如果想在这个地方久居 那你就得更留意 这个地方的居民 他的祖先 三代以上 要是世世代代都记得 都修善 都是好人 这个地方肯定没有在那 这个有道理点 我们在典籍里面看到 孔父子 他的外公 妈妈的爸爸 外公 把他的女儿嫁到孔家 看孔家的五代 就是看孔子的爸爸 望上去五代 他的父亲 祖父 真祖父 高祖父 五代 都是修善 既得 所以他的外公说 孔家将来一定出人才 把女儿嫁给他 孔子 他有智慧啊 那么今天在全世界 许多人移民啊 去找安全地带 这世界 动乱了 我说你的 学孔老夫子的外公 这个外公 你看看这个世界上 哪个地区 哪个族群 他的祖宗 世世代代都修善 既得 那个国家就安全 如果从这方面去观察呢 去细细看呢 那就是中国 你要知道 中国老祖宗 绝对不止一万年 行善既得了 用五人 五常 四位八德 教化后代 这个根太深了 德太厚了 他怎么会灾难呢 那没有灾难 为什么现在中国灾难 这么多呢 这是我们后 现代的一些子孙 不禁族羡 不孝父母 把中国传统 老祖宗的教训 丢掉了 去学外国人 大概也不过 二百年 这二百年呢 犯了罪 这些灾难 是惩罚 老祖宗 给我们的惩罚 老祖宗还是爱我们 不会灭我们的 只是惩罚而已 这个国家不会灭亡 什么时候我们觉悟了 我们再把老祖宗请回来 老祖宗的教训 好好去温习 依教奉行 这个国家就长治 久安了 你要真正知道 中国的历史文化 你就会有信心的 哪儿最好啊 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中国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您英国 汤根比波斯都说 解决二十一世纪 社会问题 混乱的问题 跟地球灾变的问题 那怎么解决 要用中国恐梦说说 跟大乘佛法 这个人 是历史哲学家 研究一生 研究世界文化史 对中国传统文化 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这他说的 说的不错 所以我们自己 要对自己有信心 对自己的根有信心 对自己祖宗 修善积德有信心